我们今天做除盖章菩萨 这是八大菩萨之一 在金刚界跟太场界 太场界有很多的燕 其中的一个除盖章燕 它本身就是主尊 它有三种颜色 第一种是黄色的除盖章菩萨 表征着它能够争议 增加利益 白色的除盖章菩萨 它象征着洗灾 洗掉所有的灾难 蓝色的除盖章菩萨 主要是祥福所有一切的障碍 跟燕底 全部都祥福 是蓝色的 它有三种颜色 黄色 白色 跟蓝色 三种颜色的除盖章菩萨 那在这除盖章燕里面 也有八个菩萨 它的周围有八个菩萨 就是除一盖菩萨 失一切无畏菩萨 除一切恶气菩萨 就意会菩萨 悲念菩萨 慈起菩萨 除一切热闹菩萨 跟不可失意会菩萨 八大菩萨 八个菩萨 围绕着除盖章菩萨 我们这次来的同门当中 有一位 他向除盖章菩萨 化验 因为他做一笔生意 每一次都失败 那这一笔生意呢 到最后他求除盖章菩萨 让他把这个障碍除掉 化那宴以后呢 他这一笔生意就做成了 他也是从很远的国家来的 现在人在这里吗 哦 他站起来了 你是从哪里来 从新加坡过来 是的 你跟除盖章 怎么祈求呢 我其实九月的时候呢 是来参加 世尊的圣光阴菩萨的法会 那我回去了之后呢 其实这笔教育已经在进行的当中 那前两次呢就差点的成功 就差那么一点点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有这个稍微的一个障碍 那在上网的时候呢 就看到这个十一月 有一个法会 那就是除盖章菩萨 那除盖章菩萨呢 作为中国中的八大本尊 中国经里面的八大本尊 高王经八大本尊 弟子呢就非常的触动 就当时呢向除盖章菩萨许愿 如果让我这个交易 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呢 这次能成功的话呢 那我就会立刻买期票 然后来这当主起 那果然呢 在一个星期之内呢 这笔教育就成功了 就是这么的期待 好谢谢你 请坐 谢谢师父 所以他是有power的 都有证人 所以这个足起的 现在的 听到的 都可以跟他发愿 除盖章菩萨 让你的能够成功 花什么愿 是你自己 本身花的愿 你自己去祈求 那这尊菩萨 可以除掉 环绕 除去 你环绕 什么 他可以帮你除掉 把那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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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弃除掉 变成 本来是逆境的 就变成顺境 本来不成功了 就会成功 他有这种力量 我们今天做除盖章的 护膜 他是有这种力量 他有一个手印 就是一燕印 还有五味印 另外一手 有持着散盖的 也有持着莲花的 各个不一 他的金刚号 是除脑金刚吧 离脑金刚 离开烦恼的金刚 希望这个 离脑金刚 离脑金刚 跟除脑金刚一样 就是除掉烦恼 离开烦恼 如果能够除掉烦恼 离开烦恼 那就一切都是完美的 这一尊也是八大菩萨之一